给了你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呢 就是还是90度的那个juncture flow 那么这个Case呢 就用SigmaMesh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这个例子放在那里 你们可以去看看 但是我就不让 但是一会儿我会把那个input给你看看 那第二个Case呢 就是使用这个SnappyHexMesh 产生了这个Mesh 这个上午的时候 我们用SnapHexMesh 产生了一个Mesh 是流动流过这个PicnicTable 我们呢一会儿 我会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example 来给大家勾输一下 看 那么这两个Case我再说一下 这个90度的juncture flow 这个Case呢 Giometry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Case曾经是 也是有实验数据的 那为什么我没有用这个以前 那个SRH3D的另外一个Case呢 因为另外一个Case它的速度 速度的测量主要是Depth Average 它没有这个Vertical Philosophy Profile 所以对3D model的话 是not good enough 那么这个Case呢 在实验室 曾经是有一个 就叫Rama Murphy 他在2007年做了测量 并且他也做了 用那个commercial的一个Code 好像是Forent 还做过计算 做了很多的讨论 那么我也是set up这个Case呢 做过研究 那么当然 这个流动上次 就是跟上次这个类似 这个算数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这个 跟实验结果比都有 那这个比较的话 就都是Vertical的Z方向的 跟测量数据 跟实验数据比 Operall Again YouTuran did a good job here 其实这个流动 并不简单的 第二个Case呢 交给你们的 在这个Distribution Package 就是这个流动 流过这个 这个Case呢 理论上就复杂一点 当然 好像啊 就是for demonstration purpose 好像也没有实际的什么应用 但只是 作为一个Demonstration 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流动呢 这个Mesh也挺复杂 流动其实也挺复杂的 那么比如说 这个右边 左边这张图 就是这个 Pressure Distribution 我就一个 一个Cross Section 你看到这个Leading Edge 一般都是这个比较高 红的 High Pressure 你看 那个 两边的话 就是Low Pressure 你看 那个 对啊 在右边这张图 就是计算的 速度上 你看 所以我一会 以后用这个Case 给大家过一下 好吧 那么 在这之前呢 你看 我把那个 重量回到这个Distribution Package 你看 你要进去的话 如果你click这个U2Rands 里面就是第一个Case 就是这个Dividing Flow 90度的Dividing Flow Case 3 就是Pick那个Table 看 不过我尽管这个Dividing Flow 比如说我不准备在这里跟大家go through 因为 他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么我至少进去给大家看看Input File 你看 你会发现这个Format 如果你会runsh2D 昨天我也教过你sh3D 理论上你都已经习惯这一套setup的办法 那个Input File就是这个Safe File 就是你到时候Enter的 看 你没有办法变大一点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 这个一次一次来了 OK 这样可以看到吗 可以 对 对 所以这个Case 这个Case 我在这里说 这个大概是57万 57万6千个点 看 那同样的 你看它跟以前的都一样 它会问你 到时候这个Pre-Process 会问你Case Description 这个Code不用的是你自己到Commentation用的 真正的Entry从这里开始 那个Flow Solver 这个Case 我们就要算流动 那么Output的Format 可以是TekPlot Old Format的TekPlot 但是Old Format的TekPlot 没法用来看SnappyHack Mesh 采成的 所以No.3 这个Case SigmaMesh 我就可以选3 用老的Format的TekPlot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如果用SnappyHack Mesh 算出来的结果 可以选4 这个要用Tek 新的TekPlot 叫Tek360 就可以看 当然 当然也可以选择No.5 用ParaView 这里尽管选择No.6 是Phone Files 其实这个Option 我在Test的过程中发觉没有Work Again 是因为这个Phone File的Format Exactly 我还没搞清楚 如果你们这个在座的人 有谁 有happen都知道 这个OpenFone 他用的是什么Format 有这样的Documentation 千万让我知道 可以通过国委也可以 我是找不到他们的Documentation 所以最后 这个是没有Work OK 那么对我这个Case的话 我就用TekPlot No.3 然后YouTube 因为三维的Variable太多 然后Size也太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选择 什么Variable被印出来 到时候那个PreProcess都有解释 比如我这个Case 就把压力场 速度场 跟B面的ShareStress 印出来就行了 剩下的那种Care 然后Again Input 包括我这个 我这个是Steady-State Simulation 那么Steady-State Simulation 的话总共呢 你要乱多少个Iteration By the way 对这个Case 你如果真要Converge 的话是需要2000步的 但是呢 我这里作为今天这个 放了100步在那里 其实应该要用2000步 然后Again 跟以前一样 他问你Density 其实呢 这个都是永远是1 因为我们算Incompressible flow 那为什么会有别的Option 在那里呢 就是因为Uterance 以前也可以用来算 这个Gas Air 这就为什么跟Number 3 其实就是这个Air flow Ideal gas flow 但是你们 Ignore 对你们来说Density 永远是Constant 因为是Incompressible flow 那么水的Density 一般不就是1000吗 但是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只用1呢 原因是 如果Incompressible flow Constant density的话 那个Density是多少 really doesn't matter 不影响计算结果 尤其是Turbulent flow 所以这个Density is not important 所以我就放了1 然后 Molecular viscosity 是Constant Again Turbulent flow is not important Gbjsh3 我说过同样的话 但是呢 一般是1点 0 1的负六四方就行了 那Turbulent model selection 是No.2 No.2的话 就是Capital model 其实呢 他也有那个RNG model 叫renormalization group model 原因是有很多人发表paper 认为RNG model is much better 结果比Capital好多了 很多人都这样clamp 但是我自己个人 没有觉得有什么 像他们说的那么好 所以呢 但是你要想用RNG model is there 然后这个地方问你问题的话 其实呢 就是要setup initial condition 他问你就是你第一次RNG New RNG 还是说已经有过 以前RNG过 有结果的 那对我们来说 0就是New RNG 然后这个地方 就setup initial condition 你看跟SRG2D是一样的 U,V,W都是0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速度 第四个量是温度差 那么我们一般不算温度 所以你 压力 压力 压力差 刚开始的时候压力差 我们也是Constant 是0 那么第五个就是温度差 我们这个因为不算温度 你爱放什么都可以 我放了个300在那里 然后再加上 一开始的Kε 你看到没有 也是跟那个SRG3D一样 10的-5次方 跟10的-7次方就完了 看 这就是Initial Condition 跟SRG3D一模一样 看 然后Mesh Mesh它的Unit 其实是 然后我们这个Case 是一个SigmaMesh 所以这个地方你 你只要讲 是个2DMeshFileName 然后这个Format 就是最新的SMS13 SRG1 所以放个2DMesh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的MeshFormat 你看是SigmaMesh 看 第一个字数是Sigma 第二个参数就是一共30个 Vertical方向30个点 看 然后 后面这个数字呢 我一回再解释 一回我们正做的时候 这个Pre-Process 对我解释 这两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现在解释也没关系 这个数字就是发觉 因为在河流的计算 有些地方太shallow了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set10 10mm 看 如果那个水深啊 如果低于10mm的话 我说这个 你这个就是Dry OK 所以相当于是WetDry Cutoff 的Number 对这个Case 没有意义 没有被用 因为但是在实际的流动中 你会用到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 earlier 这个Vertical mesh distribution 是uniform 还是不是uniform 看 这个clustering paramide 看 因为是Sigma mesh 所以除了你除了要给二维2D mesh以外 你还要给一个Water surface elevation 对这个Case也是Water surface elevation 是Constant 是0.19 这个是根据它做实验的时候 它这个做front test的时候 它的Water elevation就是0.1976 就放在这里 好最后就到这个边界条件的setup 是一样的 比如说upstream 是Inlet Pue 看 它的Discharge是0.046 然后呢 第二个边界条件是出口 看 第三个边界条件也是出口 但是呢 那个出口的流量是知道的 放在这里 剩下的全是 Wall 只有一个Free surface 看 是写的是Symmetry 其实相当于是no slip boundary condition 看 然后落口处的速度的back 两个出口处的back 这个边界条件弄完了以后 再set 这个就是所有的input 就可以run这个case OK 但是我要跟大家勾输入的不是这个case 看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块走也可以 不一块走也没关系 好吧 这个case 3 就是这个流动 flow through picknick table if I get into it OK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就是mesh picknick table.msh 就是front format mesh 这个mesh就是上午的时候 我们用snappy hex mesh 就可以产生 产生完了以后 把它form format convert convert 成front format 看 这个就是mesh 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run OK 我可以先把code copy过来 这个code这个地方 有一个YouTube Rens 把两个YouTube Rens 把两个YouTube Rens的code 一个pre-processer 一个maincode 把它copy过来 这个我们都做过别的 所以OK 但是你也可以用这个batch file OK 也在这里 我只是eas the way it works OK so for这个case 我就可以double click 这个YouTube Rens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你们都familiar 之前我们都做过这个 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放大一点 好像这个是没办法的 没法放大的好像 那就只能这样了 这个pre-processer 就是again 看到没有 他问你第一个问题 我先把我以前的save file 拿出来 这样可以参考一下一会 你看 你看 一是input的processing mode 对我们这个case来说就是e 就是interactive OK 然后 case name 我就用case 你可以用别的名字 if you want 然后simulation description 看到没有 问题都很类似的 跟2D或者3D的partial interface simulation description 对吧 我们就是test 因为这个不用的 下面我们就选择了 用哪个solver 你never mind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option 就是因为 U2RANs 还可以用来算很多别的这个 我说过 Aerodynamics 什么的 里面有很多别的option 所以你们就不要去管了 你没看还有reaction flow 那么我们一般就用头两个 或者是flow 或者是mobile bed mobile bed 就是segment transport 那这个我们就算flow only 所以我就topflow 然后他就问这个如果结果算完了 存成什么format 那对这个case的话 我们就用paralview no.5 那这个地方就是让你打哈 那么有什么样的变量需要输出呢 这类对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看有很多很多的变量 你可以输出density 对我们的case没有意义 因为是constant density 可以输出pressure temperature 特别是kinetic energy velocity streamline goes on and on and on 还有flasticity 很多东西 那个acceleration 但是呢 对我们这个case 我们就让他输出压力 p 速度长 好 其实就够了 我这里还有什么 anyway 别的也不重要 为什么要选的少一点呢 因为到时候output file 会very very big 因为这个mash有七十几万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叫 有一个机会 你可以enter这个 就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这个目的是以后 以后你如果要用做 unsteady simulation的话 如果比如说 比如说 落口处的discharge 是随时间变的 这就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把随时间变的 变的这个变量给放进去 那对我们这个case没有 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steady-state simulation 啥也不用做 就enter就完了 然后你还可以define 一个function 这个一般 一般我们也不用 这个功能主要是again 因为u2ray 是可以用来做很多别的事情 一般我在做别的事情 比如尤其是temperature simulation 那个combustion simulation 有一些东西我要输进去 那么对水流的话都是很简单的 你都不用也不需要define anything 那下面他问你是 你算steady-state还是unsteady 那么我们是做一个steady-state simulation 我强烈建议大家 你们用u2ray 尽量是早期的时候 尽量用 只用他用u2ray 来算steady-state simulation 原因是steady-state simulation u2ray可能在你的 就算是2 million mesh point 200万个点 做steady-state flow simulation 你都可以比较快的得到结果 至少是几个小时之内 你可以得到结果 但是unsteady就没谁讲了 对吧 unsteady 你要去unsteady的话 你说要算多少天 那这个CPU time 可能会out of control 那么对我们这个case 我们用steady-state 那么如果是steady-state的话 他问你你要run多少个iteration 这个case 我记得也是要run 一千个或者五百个iteration 才会converge 但是我今天这个demonstration purpose 我们没法在这个地方 坐在这里等他很久 我们就让他run 10个iteration 就好了 ok 然后他让你输入 这个fluid density again 对水流来说永远是1 因为是incompressible 然后他就让你输入 这个consistent density是多少 1.0就完了 这两个 看 然后下面他问你viscocity to property 那么lambin viscosity也是1 就是constant 这constant的viscocity 永远是10的-60 那么我再强调一下 其实呢 这个turbulent flow 这个lambin viscosity is really not important 但是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在解 Navistock equation support是最精确的 所以我们尽量呢 就是精确的去输进去 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这个lambin的flow viscocity is really not important 那tuberance is important 所以下面他问你 tuberance model selection 那么选 Number 2 就是capital model 然后他下面问你 你这个case是第一次run吗 还是说以前已经run过 已经有结果的 那这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如果是第一次run的话 那毛多就知道说 initial condition 就从 需要setup initial condition 如果你以前已经run过的 那他就把以前的结果 作为initial condition 继续往后走 that's the only reason 对我们新的case 我们就type zero 然后因为你说是zero 这是新的model 所以他就问你要 这个initial condition again YouTuberance model 其实是一个很stable的model 这个initial condition 乱给啊 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不像有很多的solid model 他对initial condition 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你要给的不好的话 他就没法convert 那么YouTuberance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initial condition 其实我要把它做好了 以后的话 就永远这个uvw 你就不用给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流动 就够就行了 所以头三个数 叫uvw 这个velocity vector 就三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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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表明说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任何流动 速度都是0 那么压力场 我们也是constant 也是把它放成0 刚才我都提过 第五个变量是 这里都有解释 是temperature 那么again 我们这个case flow simulation 跟temperature 没什么关系 你乱给一个数字就完了 我自己的习惯 是给一个300 因为它单位是Kelvin 300的话 我这样可以比较记得住 那最后两个参数就是 Tuberance Kinetic Energy Dispension Rate 就跟S2K3D一样 一般来说也是 对了 也是不重要 这个U2K3不是很K 你这个引力水康得性 怎么给 那么对这个case的话 我记得我这里给的是 10的-4次方 跟10的-6次方 OK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问 初始条件 如果你还可以从别的结果 也是有突然run过的 有一个结果 拿过来做初始条件 那我们没有这样用 所以就enter就行了 下面它有问这个relaxation 因为在三维计算中 它是个非常non-linear 没有relaxation的code 肯定是爆掉的 那么我发觉 U2Rens overall这个model非常stable 这个relaxation 一般就用它的default 就行了 你不需要enter anything 所以这个case 你就啥也不enter 啥也不enter的意思就是说 让U2Rens自己 自己一个default的setup就行 OK default的setup被大部分 大部分开始就work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进了mesh的阶段了 他问这个mesh 这个 其实就是meshunit 因为我们这个mesh 都是meter 是sionit 是meter 是meter 是meter的话这里都有解释 上面都有解释 这个scale就1.0就行了 你看 by the way 这个preprocess itself 你如果去读的话 它自己就是说明书 告诉你怎么enter 好 下面就你要把这个mesh输进去了 那么我们这个mesh是已经有的 就叫pick mick underscore table 这个mesh 这个mesh 我们之前用snapehex mesh 已经产生把它convert过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file name把它打进去了 然后这个format 然后这个format你一定要告诉 因为u2.1是可以读很多的format 所以我这个写字就fluent fluent Fluent 他就在读了 看 看 他就会告诉你 一共有72万2751个cell 79万多个点 其实有2.2个million的face 所以他现在正在读 因为这个mesh很大 所以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因为他这个read的这个read的这个front format 这个mesh很大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所以我有个显示 告诉你是现在已经读到哪里了 一共有2.24个million 就比如告诉你已经读了一个million so far 这样他省着你panic 怎么半天这个屏幕都不反应 已经读了200万个face 因为front的mesh format 它是以face为单位的 好 所以第一次 一共要读两次 好 所以第一次 一共要读两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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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这个node的数量有限制吗 没有限制 计论都可以吗 OK 理论上没有限制 但是实际上 是由你的computer的ran memory决定的 如果你的ran太小了 如果不够的话 那个program自己会抱怨 因为这个u2ran是dynamic 在allocate这个memory 所以理论上是没限制 right make sense OK 这个年代ran已经不值钱了 就我这个laptop 我这个小小的laptop 就一千多块钱买来的 我要没技术上面就装了16个 16个gigabyte的ran 我这个run 1-2个milling的match没有问题 OK 其实呢 读这个match为什么这么花时间 它不只是在把match读进来而已 而是这个match读进来以后 这个u2ran自己也在做很多的processing 就在check check make sure这个match是对的 OK 这样读完了 你如果注意到这个屏幕上 如果你自己也在做的话 等到它全部读完了以后 我给了很多informations 因为在front format里面不仅有match 边界条件边界 boundary也在里面 所以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读进来的时候 已经一共读进来7个7 1 2 3 4 5 7 7这个bundary 那问题就来了 这7个bundary you know 什么是什么 因为一回这7个bundary 其实我们知道这7个bundary里面 至少有一个是inlet right 有一个是outlet 然后呢 古迹啊 另外4个是四边 边上的side的四个bundary 因为一个cube 那个box 它本身就有6个bundary 那第7个是什么呢 猜一猜大家 第7个 还缺什么 国伟问问大家 如果有人答案的话 告诉我 free surface free surface已经在里面了呀 前6个都有了呀 一个in 一个out 一个bottom 一个top 然后两个side 不就6个吗 怎么会有7个呢 这第7个是啥东西 大家大概把table给忘掉了 你不是把table放进去了吗 那个table surface 它本身不就是一个bundary吗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是7个bundary 好问题就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呢 第7个大概猜得出来 所以这没什么办法 我只能教你这样一招 有好几种办法 一种是这个头6个 123456那个次序 exactly就是你当时产生这个 2D mesh 5就是你用SMS产生一个2D mesh 那个2D mesh 然后再产生一个SIGMA mesh 所以那个1234这头4个 就是你那个2D mesh的那4个2D的bundary make sense 然后第5第6 就是产生SIGMA mesh的时候 5就是底下的边面 6就是free surface 然后有number7的话 是因为你放了object的进去 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头4个的话 你应该知道的 因为二维的mesh是你产生的 好 这是一种方法 如果你也记不住了 right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你走到这个front mesh 你看看 这个front mesh 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然后走到最后面 它本身也有列 这个7个bundary 最底下 看到没有 7个 side one side two side three side four 这是头4个 就是你一个4个侧边的边界条件 名字叫side one side two side three side four 然后第5个是free surface 第6个就是bottom 第7个就是table 看到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看方法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我有三种方法教你 还有这种方法 你走回到当时 你这个snappy hex mesh 你去产生的时候 记不记得 你可以拿来看的 用pillify来看 visually你可以看得到哪个是哪个 举个例子 12 我们先把12放过来 123 4 我把12先去掉 你看3 4 再加个table在那里 你马上就看到这个3 3就是inlet 4就是outlet 5就是top 就是bottom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pillify去看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一下 因为一会儿马上我会用 好我们回来边界条件 这里有一个option to cut away mesh zones 一般我们不用 所以我就现在不给你介绍 这个是拿来干嘛的 你就enter就行了 然后下面还有就是有些很special的东西 你读完你就知道了 这都是我用来算别的东西用的 水流都用不到 里面有很多很fancy的东西在这里 你用不着的 你也就enter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给边界条件了 首先我们说这里专门说 你就top number 2 因为说number 2 这里专门说number 2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mesh里面都已经有 都有进入bundry了 并且是front format 是front format你就选择number 2 如果是sigma mesh你就选择one 这个preprocessor都有说上面都有说明 你选择number 2 好对我们这个case所有的边界 我们是不需要给边界条件 只有inlet跟outlet我们是要边界条件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那个七个边界中第三个就是inlet 所以你就打三 看你选择这个number 3这个bundry 是inlet 所以我们的velocity 这个地方你就要specify velocity 我们对这个case的落口的速度是1 meter per second 那么V跟W都是0 压力在落口是不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enter任何number temperature也是用不着的 看那么kepsilon model k10的-4次方 那个dissipation rate epsilon 10的-6次方 看这就是这个case的落口的边界条件 其实就是你真正specified的code会用到的 就是在x方向有速度1 meter per second 在y跟z方向都是0 看 然后有k跟epsilon pressure跟temperature is not used 然后出口 exit outlet 你也得给边界条件 那我们刚才就看过了我们这是number 4就是outlet 看 number 4是outlet 你也是要给这些东西 但出口 出口的话 你并不知道速度是多少 所以一般in general你就给0 0 0 为什么呢 出口的速度是由突然自己会去把它算出来的 其实是不用的 但是什么时候会被用呢 有些时候会发生你把这个出口放在一个地方有回流 有回流理论上是不容许的 看 所以要回流的话 那个000就用上了 看 所以放000 压力在这个地方出口是需要知道的 那么对incompressible flow 这个压力的绝对值 absolute pressure is not important only relative pressure is important 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放压力也是0就完了 温度不备用的 那个k epsilon我们一样 看 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 看 所以这个在出口处 真正有意义的 其实是pressure 我说在这个地方这个pressure是0 again 这是个relative pressure 以后别的地方的pressure都是relative to this point 看 然后应该就完了 没有了 看 剩下的我就是没有了 我剩下的是wall 我就不specify了 然后这个wall 看 其他这个三 都是enter enter就行了 看 其实所有的entry就这样就完了 你给了mesh 给了编辑条件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 youtube land的pre-processer 就在 就在process 所有的information 看 其实呢 youtube land pre-processer 正在check 再一次check 再一次check 最后你这个mesh 跟所有的input 是不是consistent 如果有错误 有什么error 这个时候它会告诉你 否则的话它就过去 一会儿我们看看 如果最后它说successfully done 那就是successfully done 所以刚才我们这样走了一遍 至少你应该看到 使用neutube land 跟使用srh2d 或者srh3d 其实都挺类似 right ok 所以它说 neutube land pre-processer is successfully done 这个完了以后 我就可以roll youtube land 回到刚才 youtube land 这个pick-nick table roll youtube land也很简单 就double click youtube land 这个code 同样的跟以前一样 enter这个case name case ok 你怎么知道它在roll呢 你可以去check一个 这个residual file i.es 我已经给了你一个 存在那里的一个file 应该是 这就是 ok 所以它现在 我们等着 因为这个是3D model 70几万个点 所以roll起来 当然要take点time 所以roll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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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等这个模特在乱的过程中 如果有问题 现在可以问我问题 ok ok 造型 我觉得 好 是的 你不要再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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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你看他如果拿现在有这个res file出来了啊 我如果click onto it 你看看他已经让一个也特别性了 看他这个这个file就给你的res 一般来说这个res 最后for steady state 如果pressure这个res 如果能够走到0.01以下 十的负二四方以下 你就知道这个code steady state已经convert 对 所以这是特别的就是这个 国务主义的这个是 在我们的中心中 但不仅是你条件不想看到他说 国务主义的商务主义的那 台湾可以跟他一般使用 嗯 那还会有其他 也是会有 也是普遍的普遍的车子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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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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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